他现在说的这个 掉在井中的这个新闻 我已经是不止一次看到了 你还记得那个时候 不是我们刚认识 压马路的时候 你不是叫我不要走井盖吗 你说随时都会掉下去吗 我没说随时都会掉下去 那井盖也太脆了 那你得多沉啊 一踩你就掉下去 但每次我经过井盖 你都把我拉走了 不能踩井盖 那我也总比你强啊 对吧 你过马路的时候 人车来了 你一下我要过去 你一下把我给拽住了 一下让我站在马路中间了 那是因为 你真的是没有交通规则的 人家红绿 我怎么没有交通规则 然后就是那个是 你搬马 猴子 说猴子去 放款 说猴子没事 那关你啥事啊 这猴子 人工训养的猴子放归自然 我主要关心的还真是国家大事 我更关注的有一些国家这些年的政策 金融政策呀 房地产政策呀 文化政策呀 我是有时候看点这个 你也不会就说 我们可以回报 器人生策呀 你 你 感谢观看